多喝水多吃菜多吃水果 最简单的就是这样 是不是所有的水果蔬菜来说 都可能会便秘有一些帮助作用呢 应该是我看看大多数来说 这是有有帮助作用的 为什么呢 比方水果里和蔬菜里 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纤维素是断便秘来说 就是分辨来说产生分辨 产生分辨的容积来说 必不可少的一个成分 只有纤维素增加情况下 可能大便的体积 大便的量才增加 还有一个是果糖 果糖对便秘来说 也是有促进作用 所以说我们会建议病人来说 多喝水 多吃菜 包括芹菜啊 韭菜啊 这些来说高纤维的食物 吃一些水果 包括你比方说苹果香蕉 它就可能会对便秘有些促进作用 对于这喝水呢 我们饮水呢 我们一般要求一个病人来说 一个便秘的病人来说 要求喝水喝到两千户百毫升到三千毫升以上的水 就是说我们包括这个是 就是咱们普通矿泉水瓶子 大概能喝五到六瓶 只有普通到一定量的水分 便秘情况才可能 这个分辨情况才可能得到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